Hello,大家好,我是大脸猫猫姐,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 一些Shopify大卖常用的PPC,库存管理,UCG,联盟营销软件,PPC与引流软件29,Traffic Booster,这不仅仅是为Shopify提供的另一个简化的谷歌仪表版,另外,Traffic Booster还可以为你的店铺创建个性化的广告和自动化你的谷歌广告,使你的预算得到最好的结果。 实时优化出价和关键词体配,意味着你的广告系列始终处于最佳状态,而无需费力地为店铺带来高质量的流量。 主要特征涵盖所有的谷歌广告系列需求,包括搜索、动态搜索、购物、智能购物和智能展示广告,以及动态广告、YouTube和Gmail在营销广告系列。 从设置到优化,该软件功能非常全面,其自动出价优化器功能,使实时出价可以在任何给定时间为广告系列获得最具成本效益的出价。 通过地理位置定位,将流量定向到运送到对应的国家或地区,根据与用户搜索的相关性,实时调整关键词,广告和类别或产品页面,对于该软件的专业用户,Traffic Booster,还包括优化的Facebook广告系列和专门的客户经理。 价格,Traffic Booster的定价与其他软件略有不同。 在这里,你可以决定要在Google Ads上花费的总金额,无需支付任何额外费用,而无需从软件中收取额外的每月费用。 你可以在Traffic Booster上设置的最低预算是每月120美元,以确保节省开支。 试用卖家,Traffic Booster适合希望从其Google Ads预算中获得最大广告支出回报率的规模店铺,而无需不用昂贵的TPC代理商来增加费用。 库存管理软件30,Free Order Manager Spirit在Shopify应用程序商店并不陌生,自2013年以来已经发布了20多种高端应用程序。 他们的最新软件,Free Order Manager,是去年在Shopify应用程序商店中同类产品中获得最多评论的应用程序。 当产品缺货时,此应用程序,使卖家可以将其Aftercard按钮自动替换为Pre Order预购。 另外,他们在客户服务和支持方面得分很高,主要特征易于安装并且与所有流行主题,HX购物车,收藏和主页,快速查看盘出窗口,以及所有Spirit应用程序兼容。 当产品货便提缺货时,它将自动启用Pre Order按钮,用户可以使用易于使用的仪表版产品筛选器,进行搜索和更改单个货批量产品,允许设置预购按钮文本和设计,消息文本,样式,位置等,价格。 Pre Order Manager提供免费计划。 该计划是为想要在承诺前测试产品功能的新卖家设计的,付费计划的起价为每月24.95美元,可管理无限数量的产品,适用卖家,需要快速减编的方法来管理预定销售的卖家。 31. Recyclers 如果你不接受预定,但仍然想让客户知道缺货产品补货的时间,那么这个软件可以非常有帮助,补货通知时前在客户可以订阅和接收有关产品重新入库的消息,然后自动通知他们。 主要课征包括常规,县程和高级自定义选项,报告仪表版,旨在轻松时卖家能够评估产品需求,提供简单的自动补货,电子邮件设置,价格。 补货提示提供四种不同的价格计划,虽然该软件不提供免费计划,但是有14天的免费试用期,付费计划起价为每月14.99美元,最多100个通知。 适用卖家,适合不提供预售,但希望在某些产品缺货时利用流量和潜在销售额的卖家。 32.Triligital Triligital适合多渠道卖家,简而言之,它创造了一个中心枢纽,卖家可以从这里管理来自他们的资件站、平台和提发渠道的订单,借助集成的报告、会计、运输、制造、付款和API访问权限。 这是保持库存状态的有效方法。 主要特征该软件将所有收入和成本与Fero和Quickbook Online会计应用程序同步,其库存管理工具可在所有渠道中对库存进行完全控制和可视化。 该软件允许卖家从一个地方管理多个Shopify店铺和平台,例如亚马逊和Ray,新进的B2B电商平台,包括提发目录和用于个性化定价和产品列表的登录。 通过使用库存、拣选包装并附带条形码扫描仪以及打印条形码标签,它将使配送效率更高。 价格,由于软件的复杂性,Trade Jekko没有免费计划选项,但提供14天的免费试用版。 付费计划的起价为每月39美元,每月最多可订购50个订单。 试用卖家,正在通过各种渠道出售或计划出售的在线卖家,对于较大的Shopify品牌,也适用于线下B2B批发业务,尤其有用。 产品评论与UCG软件33,LooksLooks可以在自动移收集社会证明。 用于Shopify和Shopify Plus店铺,主要特征针对Google Shopping SEO进行了优化。 简单的一键式设置,具有移动友好性,另外,它适用于任何主题,包括自动电子邮件,查看请求和提醒。 这些请求和提醒,可以完全品牌化和自定义。